FDUG 全名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我們會專注於第十二個項目 就是在確保永續消化和生產模式上 自1970年開始對資源的提取量和加工量增加到三倍 如果我們繼續維持目前的水平 而且同時間我們人類的人口同時增加 去到2050年的時候我們會用三個地球資源 特別是香港人物質生活那麼豐富的時候 會需要更多資源去支持我們的生活 如果我們想了解什麼是SDG12 基本上就在五方面 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做到這個目標 他就說了五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設計思維的方式 其實這個思維方式就會多說一些 設計者背後他們會經歷了整套的什麼 這套思維方式之後都會幫到你 有時想它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都會搬回這套設計思維出來 嘗試跟著整套的程度 都可以幫助到你去思考一些想法 第一個部分其實是同理心 就是最初你要怎樣站在別人身上 想別人需要些什麼 你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做 你可以不只聽別人說話 例如你可以去觸碰那件事 可能那張椅子原來很冷 多點利用自己的五感去做一個音樂 我們今天是說購物消費那類東西 我想你們自己畫一次一個 你覺得最不好或者不開心的購物經驗 圖寶、網購、過不對途 基本上它的運費很貴 貨物有點暖 貨物不太好 可能放在地上就掉了 定義問題的話 你就要先找出你們想解決的問題 大約的方向 然後再寫一個問題出來 我們現在要寫出一個 真的我們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這裡有一個句子 是一個例子 你們可以嘗試跟著這個句子的模式 去寫你們真正的問題出來 我們下一步其實就是去到創想的環節 創想顧名思義 其實你就要想一些方法去幫助你這個問題 你嘗試去打開自己的腦 然後去想一下 你們剛剛寫的定義問題 那些問題 怎樣可以有一個解決方法呢 儘量不要用字 用圖 因為通常畫圖的時候 可以天晚上行空一點 我們想到一個 已經拍攝一個3D模式 可能我可以輸入肩膊 腰、肩膊 很大 然後可以用她的衣服 是的 我就想到 不如好像有個Google 有一格 是沒有銷售的這個系統 你想要什麼服務 例如找個plumber 或者要看醫生 看專科醫生 誰好 當你想完一個想法 你不知道那件事可不可行 一開始 那你就可以先砌一個Polotype出來 其實一開始就不需要做一個很漂亮的 那件東西真的可以下街的產品出來 那Polotype其實都有很多種 左上角這一個 就是一個功能性的實體模型 簡單來說 譬如我今天設計一個吸塵機 我不知道那個設計的形狀 外觀可不可行的時候 我就可以 譬如用紙皮 或者木 用一些身邊很容易找回來的材料 去做一個Polotype出來 如果這個想法可以 就可以開始製造了 我們就介紹剛剛提到的 Human 3D Scanner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Polotype 它這個就是1比14的 它裡面有不同的鏡頭 它就可以掃描到個人的尺寸 我們就設計了一間公司 專門負責退貨、退款 我們有個網站 是一個APP 或者一個網站也可以 之後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測試 再去更新設計 這個就是其實你會看到 整個過程是一個圈 其實是說整個過程 不會只做一次 你就要在這一次 整個過程裡面 經歷了些什麼 你自己再去想 那樣東西 中間有些什麼不好的呢 你就不斷地去改 令你做得更好的產品 等什麼 你不忍不忍不住 你不捨不住 你的確定 那麼最 Ham餐 你快點吃